Hello, 大家好! 歡迎你們來到 CHAT 綠廠紡織文化藝術館 今天我想帶大家 參觀一個常設展覽 關於香港綿紡歷史 和南風紡織歷史 這個展覽的名字 就叫做 沙廠碎雨 我想讓大家感受一下 這個空間到底是怎樣的 我們保留了 很多以前沙廠 舊有的建築特色 包括現在看到的舊窗 也有以前沙廠的舊長身 我們聽說過 當時油漆的顏料 綠色特別便宜 也有聽說過綠色對工人的眼睛 特別有益 在這個展廳裡 我們有很多展櫃 同時可以看到 天花板上的這些圓圈支架 全部都是由 由英國的展覽設計團隊 Assemble為我們設計而成 而整體的平面設計 就是由黑圖完成 讓大家感受一下 這個空間的聲音 先讓大家看看 第一步 是蒸房的工序 然後是中間的粗沙 再來是右手邊的梳棉工序 我們身處的空間叫做 陳廷華基金會展廳 陳廷華是一個棉紗大王 也是一個博士 我們先看看 陳廷華博士的照片 陳廷華博士組織浙江寧波 小時候 就去了上海和很多紡織師傅 學習不同的紡織技術 後來他更將這些紡織技術帶來香港 成立了南風紡織有限公司 這裡展出了更多 和香港棉紡業歷史有關的東西 其實當時的棉紗 都有分很多不同的種類 到底商人會怎樣辨別呢 就是靠這些商標 每一種商標的棉紗都有不同的特徵 就像我們去街市買橙 買水果一樣 每一個水果都有他的貼紙 而最出名的當然是 我們現在看到的金杯牌 他大概的尺寸是A5 顏色很鮮艷 更加寫著了南風紡織有限公司 當時南風紗廠的棉紗 經常被織成牛仔布 帆布和未經飄驗的杯布 有金杯也有我們旁邊的銀杯牌 同時間也有金賽車牌 賽車牌 最後還有金寶牌 這些全部都是南風紡織 曾經用過的商標 左手邊有一本很厚的公務規程 其實公務規程是一本工作指引的文件 內容包括火警、勞資鬥分、工商等等的情況 我給大家看看這本規程 其實完全是用人手手寫出來的 場地的中央放了一個1比75的沙床模型 它是以1999年南風紡織錄廠的平面圖為藍本 模型中展示了青花、梳棉、拼條和精紡這些機器 南風紡織在1954年的時候 由陳廷華博士創立 陳廷華博士更加在1956年的時候 在荃灣建了1、2、3號廠房 1961年的時候就建了我們現在身處的陸廠 直至2008年南風紡織仍然是香港紡沙 場的上面有更多南風紡織的舊照 左邊的一張是細沙間的情況 而中間就是一個包裝棉紗的現場 去到右邊其實是一個打童子的工序 包裝之前會進行的 大家可以看到相片裡很多都是女性 因為普遍認為女性的手比較靈活 手指頭又細容易完成好像薄紗的工序 到底當時的工人是怎樣入職的呢? 有時候沙廠會登報去招攬工人 這裡有一份1959年的華僑日報 除了姓名、年齡、地址這些基本資料之外 當時沙廠也會要求工人背景清白 但其實除了報紙之外 很多工人都會透過朋友進入沙廠工作 大家看到的這些證書 是工人完成了一些訓練班而獲得的 表明了他們已經獲得相關的專業資格 證書有中文版也都有英文版 當時的勞工法例為了保障工人 不要工作超過八小時 就實行了24小時三班制 即是每一班工作八小時 有些翻夜班的工人會在早上七點完成他們的工作 早上七點可以做到什麼呢? 有些工人會和工友喝茶、打麻雀、甚至乎拜神都有 也有些工人要為了幫補加計 去第二間廠房繼續做八小時 這裡其他展品包括1960年出版的棉房織手冊 內容包括原材料到成品的資料 左邊有賀先生捐給我們的包裝針 雖然好像我們平時用來補衣的針 但是它大很多 還要是金屬造出來的 主要用來縫起棉紗包裝會用到的麻包袋 賀先生保存了這支針很久了 他經常說笑話 現在全灣那棟樓都是靠它賺回來的 左邊這部電視機 播放我們的記憶銀行片段 保留了以前沙廠的小點滴和口述歷史 如果你曾經在沙廠做過事 我們都歡迎你說你的故事給我們聽 讓我帶大家看看以前女工的制服 以前的女工會穿這樣的圍裙 這條圍裙有一個紅邊 是三種顏色裡面的其中一種 另外還有白色和綠色 紅色代表最高級的指導工 白色就是普通工人 而綠色就是養成功 這條圍裙有兩個大袋 這些袋會栽著以前經常用到的小工具 這條圍裙這麼新正 其實是因為它在2018年重新製造而成的 讓我帶大家看看以前工人的工資 當時的沙廠員工 其實每個月會分上下兩期出量 除了以建工計算之外 還有所謂的公司工 即是每日固定的工資 這裏有他們的工資表 他小過一本護照 每一頁都有很多這些小格的紅色格子 寫著日期和工資等等的資料 旁邊這裏有他們出量會用到的小袋 關於南風仿跡和工人日常 這一節度上就到此為止 好多謝大家參加 拜拜 小白 小白 甘詞 去年兩位 是 明天 是 想